全油管最快新闻,李强总理首次调研湖北,重点关注长江经济带的发展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实施。 他强调要加快规划和项目推进,发挥长江综合效益,特别是航运、水利、生态和文旅等领域。 他还关注科技创新,先后参观了存储科技和激光工程企业, 强调要推动企业科技创新,实现科研成果转化为实际生产力。 此外,他还访问了测绘摇杆信息实验室,鼓励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上取得更大突破。 这次调研展示了李强总理对湖北经济发展的重视和推动科技创新的决心。 订阅新闻及速递,最先知小天下事。